我进团前是一个比较 进团以前是一个比较内向 而且也不怎么勇敢的人 不太好 自己不太好吧 不喜欢自己 有些骄傲 甚至有些自负 不喜欢说话 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吧 就每天都是三里一线的生活 进团前 进团前就是一个中二病 去年的暑假 基本巧合之下 头脑发的就报名了 试一试的心态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 既然我这么喜欢跳舞 那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前辈对我最大的影响 应该是属于团魂这一块 在入团之后 我真的感觉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前辈 前辈的经验会告诉我很多 他每天凌晨还在练舞蹈 早上我过去的时候五点多 他还是在练舞蹈 然后我就说 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啊 他说因为想 为大家去变得更好 我从他身上 让我感觉到了满满的动力 所以让我走到了这里 让我自觉 我以后也要为大家变得更好 我的梦想是想要成为一个 能够被大家所认可的人 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感染到周围的人 进团后发现到 我上午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女高中生 比较困难 我可能会选择逃避 而现在我会更加坚定地往前走 觉得自己日常会越来越独立了 就变得热情了好多 各地家有担当跟责任感 还有很多未知领域 需要我们去探索 做什么事情都得慢慢积累 要先对自己有信心 才能更加有自信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放弃了 我就去不了我想去这个地方了 我不许去 我不能放弃 所有坚持在 如果你拥有梦想 就赶紧加入GNZ48吧 梦想建立 为青春而战